内阁大洗牌之后 政副部长们陆续履职 教育部新科副部长黄家和 今天打卡上班 承诺会从校园的硬体设施 师资分配 以及执行2027年 新课程纲要三大目标着手 誓言要和部长法迪娜 携手提升我国素质教育 至于华社最关心的华教可题 这名副教长表示 一旦安顿好部门工作 就会马上安排 与董教总会面 为华教的未来集思广益 黄家和受命出任教育部副部长 熟悉工作两天后 今天正式到教育部大楼打卡上班 部长法迪娜和秘书长 拿督涅娜沙鲁丁 亲自迎接新的工作伙伴 黄家和初来乍到 马上就进入状态 他接下来将着重三大主要目标 携手发展与改善 我国的教育体制 第一步就是要改善 我国各大学府的硬体设备 特别是重建那些 无法继续正常上课的破旧学校 第二呢 当然就关于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个问题 就好像部长之前所强调的 无论任何一个源流的这个学校的这个人力资源 教师师资的这个问题 都是在教育部的这个十分注重的一个课题里面 而第三当然我们在上个星期也看到 教育部长已经对战了 2027年新的教学课程的这个框架 而在这个框架后当然我们所履行的就是 我们要听人民的话 我们要做人民的事 教育部的华裔副部长向来被华社视为 向中央争取华教利益的官方窗口 黄家河首度当官就接下这个烫手山域 他表示一旦安顿好部门工作 很快就会和董教总代表会谈 重点讨论华教课题 黄家河首度担任部门要职 但他表示接下来的副部长之路并不孤单 除了有前任的副教长林慧英对他指点迷惊 他也很期待接下来能够和昔日的大学学姐法迪娜 一起并肩作战 提升国内的素质教育 作为一位华裔副部长 我感到很高兴 dile ribs,某一 react similar,我认不合一 人,某一位 某一位 你能不能如何 我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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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家河是行动党霹雳州秘书 也是太平区国会议员 曾经担任国会公葬会主席 他相信凭借自己长达四年的公葬会掌舵经验 能够更好地执行教育部重任 八度空间张一柔不成报道 八度空间张一柔不成报道